在这个专辑里面我们看到U&Me还有BeaterSweet是自己的创作 你之前交上去多少创作留下这两首 其实我只能开始创作的是在日本的时候 那之前的公司说 因为之前发行的两张日本专辑都是大部分是新歌 然后我是负责填词 公司就说你写词 不然如果他们没有说的话我就没有兴趣写歌 就是因为有培养那种的练习就开始想写多一点歌 这是当时日本公司的一个策略或者说对你的一个安排吗 就是慢慢因为很小嘛 从小开始从唱帮你选歌 然后到来训练你自己可以填词到自己写作 是这样吗 就很简单就是说 他们就说你就写歌词吧对就相信你可以写好对就好像逼 逼我写歌那我也没办法就好就写就这样子慢慢的培养 其实在人这个一方面是被人培养 对Hip Hop都有听那最近听的就是 就觉得我听音乐的成长是我觉得是算晚的对 因为我长大都是听巴林跟流行音乐 那因为有跟很多最近有跟很多音乐人接触就他们有接上很多很棒的老歌给我听就有开始听了很多很多歌 再回去再听更多的老歌对那对马上要进军这个这个华语音乐界接下来会不会发华语的唱片 应该有对那现在有没有听谁的歌会印象比较深 应该像王菲吧王菲的歌 你会去尝试比如模仿谁唱啊之类的吗 模仿 也许在花语的乐坛 最欣赏的歌手就是王菲 郑秀文 林一连 邦大同 其实林一连的Jazz唱得也非常棒 对对他的嗓音非常的有张力而且音乐也很宽 对对那这一次在夏夜晚风音乐会上说你会唱华语歌 会一定会 会翻唱 翻唱对 目前还没有自己的 如焰是你自己的吗 如焰当然是 对那翻唱什么歌现在能说吗 好就是那音的起收一首歌 就是已经说出来了 全中国独家透露这个秘密 可能会改 有可能会改 有惊喜了 对对对 有没有什么现在能唱的歌 什么说呢 就还是我们期待夏夜晚风的时候再给大家惊喜吧 好 那这个在舞台上的Olivia是什么样子 我可以透露给大家一下 如果你已经买了这张专辑 或者之前你可能看过其他的节目里的他 就现在的他 或者说当你面对面的时候看到他 起码比那个专辑上的照片可能还要小个三四岁的样子 就是很就是一个是很年轻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 感觉味道其实不太一样 对这个照片可能有点油画的风格 但是我们看到我觉得整个你的人格我的感觉是比较folk的 对很一个很亲切 然后有一点这个迷遥调调的女孩子 我就是第一次听就是这种的评价 是吗 对 那以往大家都怎么说你 就很文静啊 对很酷 我觉得文静通常是指那个主意不是太大的人 但你相当的倔强很固执 对没有可能就是觉得我的华语有进步 所以敢说话了 对以往实际上 只是因为我也没太搞清楚你们在讲什么 我少说少错是吧 对 因为其实我不知道你在说 刚刚你说的那句话是 我觉得是以往 你知道什么是沉默是金吗 不知道 不知道哦 就是你说现在 因为中文比较好了 比较敢说话 敢表达自己了 那以往呢 可能大家会觉得 哎 奥利维亚是一个没什么声音的人 只是因为是中文不太好的缘故 不是说你的idea少的缘故 对吧 也可以这么说吧 如果在舞台上 你的舞台的表现风格是什么样的 我们确实还都没有看过 奥利维亚的演唱会的现场 就 you know have fun 自然 对 是很随性的那种 还是说 你像刚刚我们听到的 I can't go for that 也可以是 就有舞蹈啊 对有点态度吧 对 有点态度 我觉得态度很重要 因为我觉得这个时期很多 很多人可以唱歌 嗯 那怎么 怎么说 怎么造一个不同的 不一样的东西 其实也是很难说 因为很多人也可以创作啊 可以弹其他 所以觉得就 就是 just do your best 对 怎么样 有自己的风格 给大家留下深刻的印象 嗯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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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